哈喽大家好 面条别再直接煮着吃了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面条最好吃的做法 超级的简单 特别的下饭又有营养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盆面条 不管是干的还是湿的 只要您喜欢吃哪种面条 就准备哪种面条 然后锅中我们加入清水 开火 拔水 咱们先给它煮至冒泡 锅里的水冒小气泡以后 我们浇入一勺的食盐 用筷子把食盐给它搅化 这样煮出来的面条呢 更加的劲道 水开以后我们下入面条 用筷子给它搅动一下 然后里面再加入些食用油 这样面条在煮的时候 就不会粘连了 面条我们煮到 面条里面没有白芯 即可 然后呢 咱们用漏勺把面条捞出来 给它过一下凉 准备一些清洗干净的小葱 然后我们只取小葱的葱青 把葱青呢 我们给它切成段 切的段上面长一点 切好葱段放在一旁 暂时备用 再准备一些小葱 把小葱我们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 放在一旁暂时备用 准备一根大葱 我们直起大葱的葱白 把大葱的葱中间分开 把里面的葱庆我们去掉 然后呢 把葱白给它切成段 锅里面加入宽油 油热以后 下入了大葱白 把葱白给它炸出香味 大葱白炸至焦黄以后 用漏勺给它捞出来 再放入一旁 暂时备用 然后再下入我们切好的小葱段 把小葱段 给它炸至微微变黄就即可 炸至微微变黄以后 用漏勺捞出来 放入一旁暂时备用 然后我们再下入些虾皮 炸至香味即可 然后我们加入一勺生抽酱油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再加入少许的白糖 把他们搅和均匀 然后下入我们煮好的面条 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再下入我们的炸好的葱 搅拌一下 然后我们再撒些白芝麻 点缀一下 再来一些性感的葱花 咱们的美味继承 面条这样做太好吃了 做法超级的简单 全家人都爱吃 如果你也喜欢吃面条 就收藏起来 有时间给家人做做事吧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麻烦大家在这里帮忙点赞转发收藏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白了白 拜拜